没有发生 以中国现在的这个世界的价值观 以中国人现在这种国民性 这个以中国的本身的政治台证 不可能成为这个世界的救世主 他在9月1的时候 就连向美国这样的国家 他最想拍马拍的国家 表示善意的能力都没有 那么今天他用几个口罩 或者是几台呼吸机 就想成为世界领袖了 我觉得没有起 因为中共这个政权 从本质来讲 我先不说他是不是 意识形态的政党 在我看来 他更主要的是一个利益集团 这个利益集团最大的抬点 就是自私 一切的事情 都以保护他们的权益 保护他们的权益 保护他们的利益 为最主要的触发点 这样一种 自私自利 只为自己毛去幸福 作为最主要诉求的政党来讲 有什么资格 成为世界的救世主 他连中国人民的救世主都不是 从洪峻所谓的离开江西逃跑开始 实际上在江西 他们就开始把级别画得很清楚 对吧 级别越高 享受的待遇就越好 到了宜安 就更加把他制作化了 对吧 根本不像有些人讲的 好像是不要学李自成 或者学什么东西 进城以后变化了 共产党跟以前的那些农民 有一个最大的不同 就是革命还没有成功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开始享受这个 还没有胜利的股市 那个时候他们捏脱 农民家里非常有限的粮食 有效的这个财乎 经过了他们自己的 这个开权的利益集团 中国如果这个本质不正根本上改变 他不但 他没办法跟这个中国的老百姓的 这种官民之间的冲突 这种所谓的冲突 其实也不是冲突 就是这种不信任 中国的官员不信任老百姓 不尊重老百姓 反过来讲中国老百姓 也把官员视为天敌 有一些老百姓糊里糊涂的 对不对 逻辑不清楚 文化程度也不高 对吧 但是你要讲起中共官员起来 一个一个的火锅三丈 一个一个的 都觉得中共官员 就是一方彻头彻尾的什么什么什么人 每个人都是贪贺物力 每个人都是罪无头天 每个人怎么这个那个这样那个 我那个时候从十几次开始 我就注意到他们对中共官员的看到 所以我特别去找那些人 去具体罗室 对吧 你说哪个官员怎么怎么样 哪个官员怎么怎么样 对吧 那你能不能跟我讲一下 你了解的具体情况怎么样 其实我就跟他们去了解 发现他们了解的具体的情况 是非常模糊的 甚至一看又是错的 但是大家都相信这一点 而且大家很乐意于讲这一点 而且通过讲这一点 表达自己的愤怒和道德 道德的这种力量 所以我觉得这样一种 农民型的这么一种政党 到现在为止 没有根本上的改变 习近平想所谓的中学生 或者小学生 给他那一种教育 对他的脑子的影响 来变成他今天的执政路线 那是大错太足 那也是使中国现在官场陷入 一种这个金根之鸟之状 陷入一种神经错乱之状的一个 很重要来源 那就是习近平给他的 这个官僚体系 习惯了这个错误的这个信息 而这个错误的信息 是习近平小时候的记忆 而实际上那种记忆是 非常的不可靠 也是不是真实的 但是可能习近平认为 在他最终没有彻底掌握权力之前 我觉得他现在已经掌握的 其实差不多了 但是他似乎还感觉到 没有完全掌握 所以他要通过所谓的二十大 进行彻底掌握 其实我觉得中国现在的主要问题 还是习近平自己的认知的问题 习近平自己的眼光 境界和道德的问题 但是以习近平现在的认知 他还认为权力不高 以他的认知 现在给中国的官员 何者说呢 这是这个国民 要虚惯一些的 错乱的信息 比他们只去一条 其他的道路呢 更好进行统治 但是这种东西在中国 可能会起到一些作用 在一段的时间 那么在国际社会上 中国的力量主要是来自于金钱 而不是其他的价值观 那么金钱就要取代于呢 你自己的金钱的能量 能不能长期延续下去 所以习近平非常着急 对吧 急不可待的复工 他也知道 如果没有钱 在国际社会 就没有人跟他捧场 就没有跟他捧场 他怎么会成为 这个国际领袖呢 对吧 而且非常搞笑的是 他提出了一个正确的口号 这个正确的口号 就是人类的命运共同体 我觉得这个口号是不错的 但是这个口号 讲到你中共 考虑没讲出来 就怎么都没办法让别人接受 对吧 就像中共讲民主和自由 讲法治 讲宪法 他承受是很方妙 我觉得真正 有能力 讲这个人类的命运共同体 全世界真正能够承担 国际领袖和世界领袖 国际领袖世界领袖的 只能是美国 原来你还可以说英国 原来你还可以说 其他几个大国 现在一个一个国家 跟美国都拉开了 巨大的差距 美国是二战之后 经过一场热战 把美国这种 自于其乐的国家 自己享受的国家 一个离 这个欧洲战场 亚洲战场 都非常遥远的国家 通过两场热战 你打下来 好假的这个能打 你还是把美国打成 一个世界的这个大国 二战以后 包括冷战期间 所建立的世界直属 那基本上是美国指导的 尤其冷战结束之后 全世界的人才 更多的集中到了美国 美国的这样一种开放的 自由的 有职业标准的 有边界的这么一个国家 是全世界的人才 在这个地方都得到 最好的 自由的这个发挥 而这种发挥 变成了这个美国 巨大的财富来源 因为那就是 进入了一个科技时代 这种科技时代 加上全球化的这种推政 使了美国福德的这个财富 远远超过这个冷战之前 美国的真正意义来讲 变成了不仅是个国际的大国 而且是一个世界的大国 但是 由于科技的出现 美国 美国在进步的时候 出现了几种状况 第一个 美国的政治政权 在一段阶段 有时候走得更 固于仓促 固于激进 使很多传统的保守者 美国作为一个保守国家 很多人是很难接受 第二个是 全球化的造成的产业的调整 使原来那些 生活的优责优责的美国人 也不像曾经那样 失去安全感 这个是 美国的科技 高速的发展 使传统的这个产业 专顾追求财富的方式 已经完全不同 这样使这个贫富差距 也成为美国社会在 一个非常泥重的 一个问题 不像在六十年代 对吧 七十年代 在香港 或者在某一些地方 你就开一个小小的 家庭式的 租房式的企业 对吧 你就在传统的社会里面 开一个小店 你都可以 经常享受这种 一个店铺可以养三代的 这么一种 一种价值 一种力量 但是高速的发展 在美国实现了 出现了完全不同的 财富技术方式 那些 这个我记得 当时候最典型的 就是AOL 把这个时代公司 给吃掉了 办了一个美国最新 美国时代的 美国最新时代的 这么一个大的媒体 当时合并起来的 这个 这个 当时多少公司的 这个价值是 一千多亿 还是多少 对吧 而且是有美国最新 这样一个 就是上上网 对吧 这么一个公司 把时代主管 时代这个 这么巨把的媒体 给吃掉了 对吧 这个我真的没想到 对吧 所以整个的传统产业的变化 被高科技 主要了这么多年 那么原来那些 找不到工作 或者失去工作的人 摧放了优越感的人 他们就开始把这个责任 追究到 所谓的这个 情急化时代 在这种情况之下 美国的 这种保守主义 激动保守主义 就开始的 有了一些利润的基础 有了所谓的 反情急化 反来 这个 这个 产业 未业 这个 全球化的生产电 的这样的 势力出来 这也是川普总统 能够成为 美国总统的 一个重要的 一个变化的 一个阶段 普通的话 没有这个大的背景 川普总统 在其他的时代 以他这种族派 以他这么一种形象 其实要取代 美国总统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美国最近几年 有一些修正 毫无疑问 是非常正确的 就是更多的来捍卫 美国自己的价值 更多的来强化 美国自己的力量的 必要性 像这个 全球化的 这个事情中间 全球的 这个中大的危机中间 美国所采取的 这种能量 是其他国家 也根本 没办法 能够相比的 像中国那种国家 还在 要求大家在募捐 美国就已经 要花几兆 来帮助 这个企业 帮助 这个老百姓 渡过难关 而且美国现在 动员 各种能力 来救 这个 帮助自己的国民 从秦世界 这个转移 过去几个星期 好像 从秦世界 各个地方转 这个 运回来多少 不是 接回来多少 三万多人 还是多少 还是三十万 我们具体的 这个数字忘了 那么这个 早几天 又在国务院的 网页上面 又通过各种 这个媒体 来希望 这个国民呢 尽快了 反复 这个美国 那么有人呢 尤其是在 中文的媒体上面 中文的社交媒体 有人就 举止 推断出来 美国要发生大事情 世界要发生大战 否则的话 怎么会让自己的国民 要这么短的时间 继续回来 那么要么 美国要进行锁国 要么呢 美国要发生 一种这个战争 这传授呢 就把北京的 一个是 准策的行动 把它当做成 这个北京发生 政兵一样的 这个也是 成策的 这个意向 我们知道 美国这个国家 在过去几十年中间 被很多人 心目和敬仰 其中一个原因 其中一个事情 就是因为 美国政府 在保护自己的 公民利益的时候 权益的时候 尤其在国际社会 受到欺负的时候 在很多国家 那美国是 会花出很大的力气 来保护自己的 这个国民 当然 如果这些国民 或者是美国的公民 他在 园内的出生地 或者他的祖国 遇到困难的时候 其实美国的保护程度 是比较低的 美国有一些 媒体 也包括好多的一些电影 大家看到了 有不少人是批评了 美国政府 美国大使馆 领事馆 有时候对自己的 公民的保护 也比较官僚 但是 没有 一个国家 比美国在保护 自己的公民方面 做得那么好 这也是 当年的 这个中共的总书记 这个 江泽民 他在这个 使命馆的一些讲话 我也听了 我的朋友跟我介绍情况 他就把这个领事保护 自己的公民 在别的国家 如果遇到了困难 那么 国家要表现 自己的国家力量 要帮助他们 解决这个困境 这个 作为 这个使命馆的一个 主要任务 当时我就觉得 这个 真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当然 最近几年 中共一方面 确实是 在领事保护方面 比以前 有很大的改进 而且 做出了很多实际性的一些行为 在某一些国家发生 战乱 或者产生一些公共事情的时候 那么中国有时候 判决专机 去节省这些国民 但是整体来讲 中国把这个事情 固分的政治化 固分的 把它简单化 固分的把它简单化 就变成一个 非常可笑的 浅薄的 一个宣传品 美国呢 政府没有这么的 宣传机器 就是一个美国之音 对这方面 也顺顺不带立 对吧 而且他们的主要认为 不是去吹捧川普总统 对不对 你看美国之音 经常登出一些 对这个总统 有非议性的报道出来 但是你从这个美国的 使领馆 国务院 总统 他们不断的 对自己的国民 提出保障 这个要求他们 尽快回美国 其实这就是美国价值的 很重要的一部分 也是美国的这个传统 跟现在要发生战争 跟蜀国 没有关系 因为蜀国 是很多国家的一个 必然的行动 必然的行政 因为在这个事情 还没有完全了解之前 美国人都要 越来越意识到 这个是一个重大重大的 不可预设的危机 美国是应该加以 这个保护 但是我要强调的是 美国的 这个自我保护 虽然是必要的 但是美国这些年 二战之后 之所以成为这么一个 强大的国家 最重要的是 美国在这个世界的局势中间 扮演的是一个领袖的角色 领袖的角色 如果跟别的国家相比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像美国这样 承担了这么多的国际事务的 义务和责任 如果没有美国这个国家 在全世界建立了一个 军事的安全网 可能国际社会的军事冲突 比现在多很多 当然二战以后的 几次成为规模性的战争行为 美国是主要的参与者 对吧 中东战争 越南战争 对吧 朝鲜战争 这个美国实际上 这里面都是 主导性的角色 但是如果没有美国呢 这些地方会更容易失控 情况会更糟糕 但是美国 足处了这么多的奉献 他同时也得到了 主打的回报 这个回报 不要说冷战接触 是以美国价值的追求 为最好的接触 同时美国在这个 全球化的过程中间 他虽然没有 在各个国家 设立什么殖民地 但是由于自己的 高科技产业 利用全球的差异化 得到了巨大的回报 巨大的好处 就是使美国本身的 企业的 在国际社会的竞争力 是欧洲 也是中国 没办法比的 中国在虽然有很多 所谓的巨无霸的企业 其实基本上都是靠的 官僚的资本 或者是呢 官僚的资本 作为民营企业 后面的一个支撑力量 真正具有 创造性的 语言创性的 高科技含量的企业 中国非常少 有一些企业 就是硬拼造上来的 比如什么工商银行 比如说什么光大 除了光大不算了 可能中信 中信可能不算 还有什么什么 这个中国的中央企 对吧 那完全是靠 行业冷断 对吧 政策的强行行为 对吧 比如说 我昨天讲的 中国兵器工业公司 对吧 原来的北方公司 那么之所以那么强大 完全是以国家力量 来支撑起来的 对不对 而美国的 在国际社会的 这种影响力的企业 最大多数都是 这个民营企业 但是为什么有这些民营企业 在各个国家 能够发展起来 主要的就是因为 美国的军力 美国的实力 而且更重要的是 美国的这个领袖力 使这些企业 在这些国家的发展 成为了一种可能性 因为它拥有 高科技的这个能力 创新能力 拥有这个全球的 军事的投射能力 对这个企业都进行了 这个保护 对这个公民进行了保护 对吧 那么所以我觉得美国 这个在过去几年中间 由于一些因素的影响 使美国在国际社会里面 有所萎缩 而且呢 有一些人 尤其是我们的 中国的一些盘流 中文社群的一些盘流 比较赞扬 美国在国际上 组织里面脱离出来 实际上在我看起来 这是非常的短视的 也是极大的错误 美国应该有能力 是改变这些组织 或者说呢 美国可以呢 重新建立自己的组织体系 因为美国的价值 在某种程度上 就是人类社会的最好价值 所以美国可以采取 以他的实力为基础 去团建 这些民主国家 去愿意接受 共同规则的国家 来激进 军事上的 政治上的 经济上的通盟 而不是呢 把中国和欧盟 和日本 和印度 和 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